还能够再追回去分数 差15分 哦呦 强行 漂亮 因为他这球往右边一步跳的时候 他直接就出手了 这出手太快了 天外飞线 我们一会儿再来看一下 在上赛季任 这个完成双方跳球的是张大 上刘泽宜我认为 在防守端的考量更多一些 当然刘泽宜他在比赛场上的 这个作用层上启下 所以今天用他这些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刘泽宜之外 还有朱续航 陆文博 另外后场方面 就是陈帅鹏和吴钱了 这个球往外弹 所以你这个整个的 对篮板球的保护的区域会更大 吴钱连续的调整 好球 这个球投得太酷里了吧 这球说实话毫无节奏 完全是 没有 这应该讲是吴钱的节奏 不是没有节奏 以往吴钱的节奏 以往吴钱他的童 是吴钱秀的这个综合气 对 但是很多时候 年轻人员就这样 这打好打坏都是你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把他作用 完全体现出来 所以控制吴钱最重要 因为我之前都说了 整个浙江队 广队开场之后手感冰凉 而对手呢 现在是动力十足 这就算哦 而且广东队现在的防守 也是有问题啊 我还是那句话 广东队面对浙江队的这种 那吴钱呢 可以起到的是 吸引对手防守注意力的功夫 他破坏你的 我们也感觉啊 浙江的年轻球员 虽然这个身体上 还是显得比较瘦固 比如说 这个像赖俊豪 这个类型的球员 但是今年看 他们的身体的对抗强度 有一个新的提升 对抗激励 面对任俊飞 好球哦 他起球的时候 他有一个传球假动作 周虹之道真的是敢用年轻人啊 张浩上来自己很敢打 是啊 这个球有点运气 惊弓得分了 重新再带回到轨道上 出来机会是真处 今天陆文博的这个 手上的三分感觉 真的是棒 好球 差一点点没发出来 吴钱好球 吴钱和刘瑟一 又是这一队组合 他行啊 刘瑟一 对 张浩这个 这个下是半场70分 你看 又是防守慢了一半 赵锐该该有一些发挥了 马上又撒回来了 漂亮 这球不是篮板反击啊 是直接发球反击啊 你得分以后又是一个失误 哇 漂亮 这吴钱太可怕了 吴钱和刘瑟一这个赛季的 至少这个准备阶段 完全是上个赛季 我印象深刻的 那个季后赛 系列赛之后的那种状态 你会不会感觉就是说 他们没有经过这个两个月的休息 我觉得 就是好像把这个状态一直点 还能够再追回去分数 差15分 哎呦 强行 漂亮 这种球太难 因为他这球往右边一步跳的时候 他直接就出手了 这出手太快了 天爱飞线 现在吴钱 包括个人的折分 还是看吴钱 还是看吴钱 几乎还是看吴钱 还是吴钱和刘瑟一 这就是刘瑟一 脚步动作最后换左手 您观众功能与比赛现场连线 抢占现场大屏幕席位 与全国各地的球迷相聚现场 为你的 所有的本土拳全都是进了休息室 又是一个小鸣 这球你说是防守问题吗 他不是防守问题 撞个人但是被假摔倒了 算了 好了 我们金老师解释清楚 没有 我专业能力达不到 解释不了 还是看球吧 又是一个 他这个出手太快了 好勉强 非常勉强 赶紧退防 这枪的速度太快了 太快了 我这个话音未落 我说赶紧退防 我本来已经挖了这么大坑了 其实你没有犯错空间 你必须是每一个细节 精进一夜都做好 但是无奈 就是今天 这张队他确实是打得比你出色 特别是无前 他这个横跨步后侧的这个投篮 已经形成了他一种特点了 而且没有什么道理可言 对 他不需要任何的准备动力 你 犯规三罚 0.1秒 篮下 那女飞这球又被干扰了 投篮角度没有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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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一天的技术 他转身也没有感觉 对 好球 好球 目前连续变相 然后再攻框 他反应很快 马上就看到了王庆凯来了 一个背后 并球就过去了 他是侧身 周鸿场上还是表现出他这种敬业的精神 无前几个国家队层面上的现在的竞争者 对 刚才无前是 得分超过50分 有51分的三分线外得分 广队最后还要得分 最后应该是两分算 但是即便如此 这项球周金苏仍然是迎下了一场 酣畅淋漓的大胜 咱们 咱们